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既网红气球后,又出现被称网红灯泡糖的灯泡棒棒糖,不少人推崇是吃得进去,拿不出来的神奇糖果,有网友出于好奇尝试,没想到镜卡在嘴里长达45分钟,形容是人生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绝望。 北京青年报报道,突然蹿红的灯泡棒棒糖是依照电灯泡的模样以一比一大小制作,中国网友试验发现,一旦放进嘴里,短时间内很难拿出来,一名霍姓男网友26日就在微博公布分享他花了29元人民币,约130新台币,在网络买了灯泡糖后的可怕经验。 霍南说,他勉强塞进嘴里后发现拔不出来,咬也咬不碎只好喊着,我看了下时间,喊了45分钟左右,期间得不停地吸口水加快糖的表面融化,然后使劲拉出来,塞进去的那一瞬间,任何企图拔出来的办法都是徒劳。 出生到现在第一次体验到了什么叫绝望? 有人问他是否有受伤或难回答,他把灯泡糖拿出来后,整个嘴都是酸的,还说非常害怕。 有一名网友在这篇法文下留言提醒,口水可能会流到气管里,导致窒息。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尝试。 北京市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侯姓医师说,灯泡如果沾满口腔,会造成通气道阻测,影响吞咽,正常呼吸,甚至还有窒息。 危险,而且即使等到糖果正常融化,长时间保持一个动作,也会给关节带来损伤。 危 危 我们下期再见